美国的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动物比蚂蚁更勤奋,然而它却最沉默寡言,当一个人经历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与虚假,看清世界的真实面目后,反而没有那么多酸情。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社会的毒打,洗礼,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成熟,不过是被习俗抹去了棱角,变得事故圆滑,但事实并不是。 真正的成熟是一个人勇于担当的开始,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事业上,都变得稳重而充满力量。 一,痛而不言。 在《红楼梦》中,湘芸虽然贵为侯门千金,但她还在强宝中时,父母就去世了,湘芸从小跟着书神一起生活,日子过得极其不如意,她在家里一点也做不得主,不得不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有时候忙起来,经常做到三更半夜,苦不堪言,有时候她偷偷帮宝玉做针线,被家里人看见了,免不了一顿冷嘲热讽。 劫师设事,她连区区挤穿钱也拿不出,每次去大观园,是湘芸难得的休息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书神便派人来接她,她只是两眼泪汪汪的,只是她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连委屈都不敢表露出来。 这是何等心酸与无奈,可尽管身处痛苦的泥沼,湘芸却从无怨言,只要有她在的场合,便洋溢着欢声笑语。 她和姐妹们一起吃鹿肉,行酒令,醉卧少要烟,看起来潇洒自如。 有一次,宝钗关心地问了她几句,她瞬间红了眼圈,嘴里却含含糊糊糊,什么也不说。 聪慧如她,知道多说无意,唯有沉默,和她相反的是赵姨娘。 赵姨娘逢人便哭诉自己多么委屈,孩子多么不争气,久而久之,弄得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成年人真正的体面是心里很丧,却绝不叫苦,喋喋不休解决不了问题,不随处播撒自己的痛苦,是每个人都该有的教养。 有人说,不抱怨是自己与自己建立的灵魂契约,是一种阳光积极独特的心灵体验。 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上的人,生活态度更积极,家庭和朋友关系处理得更好,而且表现得更加自信。 聪明的人不会抱怨,只会改变。 张德芬说,天下只有三种事,我的事,他的事,老天的事。 抱怨自己的人,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 抱怨他人的人,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 抱怨老天的人,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 这样一来,你的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正如人间诗歌里所言。 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人生食苦,冷暖自知。 现在的痛而不言,终将成为日后的一笑而过。 2.苦而不渝 甲林十八岁北漂学艺,二十九岁一炮走红,从一介草根岛中国第一女血腥,她一路吃苦,话苦,不言苦。 2000年,甲林报考了表演专业,却阴差阳错进了相声班。 那个时候,相声几乎是女性的禁地。 刚开始,甲林班上有十个女生,到后来只剩她一个,没人愿意和她搭档,大家都认为。 一个女孩说相声也蹦跋不了几年,可甲林偏不认输,她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练块板吊嗓子。 毕业后,甲林住在祖来的地下室,冬天屋里没有暖气, 她只能将纸壶在房间的周围坐在被窝里取暖。 有一次,她饿到没有东西吃,无奈之下卖掉随身厅,换了二十块钱撑过一周。 为了维持生计,她曾发着高烧出去打工,也曾跑过龙套,甚至接过七块钱的表演。 生活如此艰难,甲林却从不抱怨,哪怕跟家人沟通时,也只素温情,不体沧桑。 老师冯拱知道她的处境后,心疼地说, 哎,我不知道你过得这么苦,以后你跟我一起演出吧。 经过十多年的魔力,甲林终于熬出了头,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她,那个时候觉得苦吗? 她平和地回答,不苦,因为你吃过的苦,老天爷都回报给你了。 俗话说,真吃苦的人不素苦,真受累的人不言泪,所谓成长的过程, 不过是把哭声调成静音,把委屈化作动力,把生气变成争气,苦而不语,不是懦弱,也不是认怂, 而是历尽千帆后,目矮沉沉处天阔。 与其苦行余色,不如静静蜕变,待到时来运转,一鸣惊人。 余生愿我们都能学会克制,不动声色地把苦难化作成长的养料,流年不复,岁月可期。 三,怒而不发。 去年公司招聘一位管培生,娜娜,985名校毕业,长继优异,领导对她寄予厚望, 可没想到她最终连是用期都没过,究竟原因,无非是年轻其盛, 领导交给她几个客户跟进,有一个客户死抠合同细节, 娜娜耐着性子一遍遍解释,可客户最终没签单, 娜娜不甘心所有付出打了水漂,于是对客户大声嚷嚷, 你怎么可以这样,别以为甲方就了不起,发火一时爽, 事后火葬场,宣泄情绪的瞬间很爽,代价却是很惨重的。 这个客户扬言,再也不和我私合作,因为娜娜是新人,领导没有批评她, 但之后她又因为情绪失控,得罪了其他客户,也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生而为人,发脾气是本能,把脾气压下去却是本事, 就像李尚龙所言,生活的高手从来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 然后做出后悔的举动,他们只控制情绪变成生活的主宰者。 生活不易,每个人都有暴跳如雷的时候, 在这些时刻控制好情绪,不央及吃鱼才是最高级的修养。 雪莱曾说,潜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情绪如水, 稳定的情绪是潺潺小溪,炼眼轻波,婉约清零, 而不稳定的情绪则是洪水猛兽,来势汹汹,吞噬一切。 在世事纷扰中,净水流深,淡然处之, 在百般刁难下,拨动声色,修炼自己, 修的一个好脾气,就是一生的好福气。 四,不动声色地活成自己的百度人。 网上有一段话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 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 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喋喋不休者, 发泄了一时之快,却解决不了问题。 不动声色者,用万物若邪为豪,怀天下若捧一介。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百度人,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主。 愿你我都能活得通透,做一个安静。 但是心里有一片海的人,痛而不言,苦而不语,怒而不发, 把生活赠予你的酸色柠檬,酿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